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是故事 它肯定有它美学方面的内容 我们先举一个例子 大家看到这两幅图像 左边这个是托勒密 他是地心说的创始人 右边这个是戈白尼 是日心说的创始人 日心说为什么他代替了这个地心说呢 我们想当然地认为 肯定是日心说他更好地解释了自然的现象 他更好地预测了天体的运行 他对天体的运行更准确 更正确 比这个地心说 所以他最终被科学所承认 代替了这个地心说 但事实上真的没有这么简单 日心说刚刚出现的时候呢 他对这个行星天体的这个预测 他的计算 他的准确度 并不比这个地心说要高多少 所以说在真正的 面对自然的这个证据面前 日心说并没有对地心说 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那么他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是什么呢 他为什么在这个相当长的时间里 他在观测上的 和他在这个天体计算上的准确度 还不如这个地心说的 这种环境中渐渐得到了承认呢 他是凭着什么优势来得到承认呢 他的优势就在美学方面 就是说地心说 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一个学说 他所建立的这个太阳系的行星模型 是极其复杂的 轨道套着轨道 他就是用这种很复杂的 不断的修补的这种数学模型 来达到了他的对行星运行的 一个解释和一个比较准确的预测 但日心说呢 他没有这样复杂的模型 他是一个十分简洁的系统 就是太阳的中心 然后他几大行星围绕他旋转 他的计算也很简洁 所以说这个日心说 他最后得到承认 他胜利在美学上 而不是在科学上 所以大家从这里就看到 日心说他被接受 他的第一个优势就是 他比这个地心说要美 在科学上 他要更简洁 有简洁的美 这个就说明了美学在科学中的重要 就是说指导科学家的 第一个的指导意识 它是美 而不是说是真 所以美学在科学中 是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 那么同时这种美 它在我们的故事资源中 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那么我们下面就具体的讲讲 这个科学美学的方方面面 首先科学美学的基本构成 它就是这四项构成 和谐 简洁 对称 新奇 这四项 我们下面分别的讨论一下 这四项 首先和谐 科学的体系 它是一个和谐的体系 它的其中的每一部分 都是自洽的 在逻辑上 没有那种 就是说不合逻辑的 一种牵强附会的东西 你比如说宗教 任何一个宗教 它都有解释不通的东西 对这些解释不通的 这些在逻辑上也解释不通 在别的方面也解释不通的东西 那么宗教它采取的办法就是 要么采用神迹的办法 去解决 要么干脆就说上帝的意志 我们凡人难以猜透 就用这种方法来回避它 但是科学是绝对不允许这样做的 它的每一个部分 它都要符合实验 符合逻辑 符合计算 实验和计算结果 所以说它是一个很和谐的体系 这个和谐的体系 在美学的意义上 就是它呈现出一种和谐的美 第二点就是科学的简洁 真理都是简单的 科学的它的体系 也有一种简洁的美感 这个我们举几个例子 来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牛顿三定律 它就这么简单的三句话 而这简单的三句话 它概括了世界万物 在宏观上的这种运行规律 从地面上所有的物体的运动 到这个天体的运动 它都把它囊括了 它的运行规律 从亚里士多德以来 总是认为天体它的运行规律 和这个地面物体的运行规律 是不同的 但是牛顿的三定律 它却认为这个所有宇宙的 所有物体的运行规律 都是一样的 它就给整个的世界 宇宙提供了一副极其简洁的 极其明了 简洁明了的这么一幅图像 就这三句话 我们通过它就可以预测 所有的星体运动 包括预测日时 月时 计算天体运动 甚至发现新的行星 下面看到的这个公式 叫麦克思维方程式 这也是物理学中 称为最美的一个方程组 它就用四个片微分方程 很简单 大家看到 就概括了电磁学的方方面面 所有的规律 包括电如何转换为磁 磁如何转换为电 包括光的传播 无线电波的传播 都在这四个简洁的片微分方程里面进行了描述 最中间就能体会到一种美感 这个公式大家都很熟悉 这是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式 E等于MC的平方 E是能量 M是质量 C是光速 这个方程式很简洁地代表了宇宙中 能量和质量的关系 就智能转换关系 我们可以从这个方程式中可以看到 很小的质量可以转化为巨大的能量 这个在我们的切身体验中 就是原子弹 核力量 核裂变 核聚变 这就是这种小质量 转化为大能量的这么一个实力 而这些东西都在这么一个很简单的 极其简洁的方程式中 都表现得十分清晰 这就是简洁的美 简洁的美 还有一个更生动的例子 就是达尔文进华论 它其实概括起来就两句话 适者生存 弱者淘汰 这就是它的达尔文进华论的基本规律 而这两个规律 它概括了生命科学的 生命进华的方方面面 深刻地揭示了生命进华的规律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说 这两句话的力量 这么简单的两句话 它的力量 连达尔文自己都不相信 达尔文曾经说过 他说进华论 他也是有所保留的 就是说 有些东西 他说大部分东西能够通过进化 适者生存 弱者淘汰 能够进化而来 但是有些东西 他很难相信 能够通过这个规律来进化 进化到今天 比如说 他举了例子 比如说眼睛 很难有理智的人能相信 就通过这么简单的进化规律 就是适应自然地生存下来 不适应地被淘汰 能够进化出眼睛 这么复杂的一个器官 但是现代生物学表明 眼睛确实是进化来的 确实也是遵循了 适者生存 弱者淘汰 这么一个规律进化来的 最初从皮肤上的感光细胞 一直进化到 现在如此复杂的一个器官 它所遵循的 也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 这么一个极其简洁的 这么一个规律 这中间我们看到的 这个简洁美 确实是震撼人心的 科学中的另一个特点 就是对称 对称就是我们最直观的例子 把一个图像 把它折起来 能够重合 但是科学中的对称 它可能更深刻一点 它有着许多的对称 像遗传与变异 同化与异化 合成与分解 电场与磁场 包括玻璃二相性 负电子与正电子 这都是对称 我们知道在这个传统的美学中间 包括艺术 特别是艺术领域中间 对称是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么科学极大的拓展了 它的对称的范围 那么与我们故事资源 最密切的一个科学美的方面 就是新奇 科学它带来一种新奇感 它让我们从一个 从未有过的角度去看待世界 它也从那个宏观和微观上 揭示了这个宇宙的那种 震撼人心的那种新奇感 我们下面就谈一谈 这个科幻与奇幻的这个关系 我们传统的想法总是认为 就是说把科学引入故事 就有一种担心 就是说科学会对故事造成一种智库 这是对科学的故事资源的一个最大的误解 其实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其实真正的实际情况是 科学或者说科幻 它比那个奇幻更自由 我们认为奇幻更自由的一个很大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说奇幻它不收任何限制 它中间的人物拥有无穷的力量 你不需要给它任何科学的解释 它可以做任何事情 所以说这是人们认为奇幻比科幻自由的一个理由 那么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就比较一下这两者中间人物 它能够得到的力量 它能够得到的自由的力量 有多大 奇幻中它所表现的人物 包括神灵也好 魔法师也好 还有各种人物 它的拥有的力量 它的顶峰的力量 可以说就是一个 完整的创造一个世界 这个力量的话 它应该是不可超越的 是奇幻中最高的一个力量 那么我们看一看 创造世界 上帝创造世界用了几天 用了七天时间 它创造了整个世界 用七天时间创造一个世界 这就是奇幻中力量的顶峰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看 科幻中间 它的创造宇宙 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力量 力量的高度 就是说科学中间 宇宙的诞生 我们大家都熟悉 它诞生于一次大爆炸 我们现在有一张图像 就是描述这个大爆炸的进程 它的时间的延展度是137亿年 我们大家看到 这个137亿年的宇宙年龄中 这个宇宙的大部分时间 它是在极其缓慢的膨胀 而真正的大爆炸膨胀 是发生在宇宙诞生之初的一个极短的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宇宙从一个普朗克尺度的 一个极小极小的一个点 膨胀到现在的尺寸 这个点有多大呢 就是说比现在的原子都小 那么它在一个极短的时间 膨胀到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尺寸 就是直径400亿光年的尺寸 这段时间是多长时间呢 按照现代宇宙学的爆章理论 这段时间是10的负43次方秒 这段时间短的无法想象 就是说宇宙在10的负43次方秒之间 由一个点膨胀到现在的这样大的一个尺寸 这中间涉及到的力量 涉及到的能量 远远超过了奇幻中间 或者是宗教中的上帝创世的它的力量 这个就是科学给我们揭示的这种 难以想象的宇宙诞生的这样一个场景 而这样大的力量它的出现 它已经远远超过了奇幻中间 所能涉及到的空间 所能涉及到的时间 所能涉及到的能量 更重要的一点是 这种让人难以想象的场面的描述 它不是像奇幻那样 仅仅出于一种没有任何根据的想象 而是通过它严格的观测 严格的研究计算 它的理论 和理论和观测所呈现的各种证据 所描述出来的必然的结果 比如我刚才说的这个宇宙膨胀的图景 它在宇宙学上叫宇宙暴章理论 它是通过现在宇宙的 微波背景辐射的分布情况 以及现在宇宙的 它的那个各物质团的 之间的这种均匀度的密度的情况 它来推论出这样一个结果的 就是说 按照现在宇宙的这样一种微波背景辐射的分布状态 以及宇宙的各地的密度的状态 它只能够推论出这么一个结果 否则的话 这样一个结果 在10的伏43次方秒 膨胀到400亿光年至近的尺度 这样一种极其疯狂的场景 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 更不会相信的 但是现在我们在科学的推论面前 在这个长期的观测 包括最早的哈勃望远镜的观测 早期的以及现在的普朗克卫星的观测 它所得出来的结果 让我们不得不相信这样一个结论 而这样一个结论 这样它所带来的震撼 远超过这个奇幻能带来的震撼 我们下期见 另外我们再看一点 就是说我们再看一个故事资源中 更普通更平常的一个场景 就是爱情的描写 这个爱情被称为文学中永恒的主题 传统的文学中几乎百分之八九十的篇幅 可能都是在这个爱情的描写上 作为它的一个故事核心 那么传统文学中爱情的故事资源 其实是十分简单 它就是涉及到男女两个性别 而这个故事资源 可能是所有故事资源中被使用的最充分的 也是最为枯竭的一个故事资源 从上古时代的文学就开始 到现在我们一直还在描写爱情 那么爱情的故事几乎已经被讲完了 在科学中的故事资源里面 这个最传统的 被开发的最充分的故事资源 它又极大的进行了 被科学进行了扩展 其中最有趣的就是说 科学很可能引进第三种性别 比如说像勒国恩的黑暗的左手 都有这方面的表现 它可能引进一种第三种性别 第三种性别的引入 它立刻使爱情的故事 它变得扩展了许多 更丰富了许多 另外它还可能引入 爱情中的因素 可能引入外星生物 外星文明 外星种族 还可能引入一种机器 就是说人可以和第三种性别 外星种族 机器之间发生这种 爱情方面这种关系 那么这种关系 立刻变得十分的丰富 使它的故事资源 也立刻丰富了许多 所以说按照以上的这些例子 科学它是对故事的解放 而不是束缚 它是解放了故事 而不是束缚了故事 所以以前认为 把科学引入故事 是给故事造成了一种限制 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 这一节我们就谈到了 科学美学的几个方面 也谈了谈 科学与奇幻的关系 以及科学 它的故事资源是一种解放 而不是一种束缚 下一节我们将重点地谈一谈 具体地谈一谈 科学中的故事资源的种类 谈一谈科学各个专业 所能够带来的故事资源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